都是地府惹的货 博奖牛大宝 冠名 童节 第579章 神秘男子 这个人虽然穿着个白衣服 他周身犯着如同佛宝般的圣洁光辉 但根本就不是斗鹅 也不是林若雪 而是一个男人 这是一个看上去十分修长俊美的男人 鼻梁高挺 棱角分明 紧嘴 紧抿着的嘴唇却是微微的上翘 而他的脸孔上是一层近乎妖孽般的唇白 白的几乎有些透明 范畴不由心里一阵迷茫 既被这人的形容所震撼 也为这人的奇异而疑惑 这好端端哪冒出来这么一个长得这么漂亮的男人 船上的几个人也被这一幕弄得比较懵逼 前边眼看离岸边不远 范畴当机立断马上放弃了 很可能是徒劳的打捞行动 让泰山立刻把船靠岸 泰山和高顺滑动船桨 小船在污秽沼泽里突然加速前行 不过这污秽沼泽里边污秽粘稠还是费了一点力气 几个人七手八脚的抬着那人下了船 牛头开路 马面断后 中间那几个人抬着那白衣人一路小跑 一直跑到了一棵树下把那人放下 这才松了口气 范畴差起了腰 有心想把那人弄醒 问个明白吧 却不知从何下手了 捅了捅旁边的牛头皱着眉问 我说牛哥 你们都是地府的大神 难道都不认识他吗 牛头正瞪大了牛眼直勾勾的看着那白衣人 不瞒你说 我们在地府当开不少年头了 没有个一千也有个八百 真没见过他 这人似乎来历不明 马面也附和 来历不明 他看着有点不太像地府的人 这打扮从来没见过 小崔啊 你天天四处逛闲逛也没见过这个人吗 崔命道 你废话 我要是认识我不早就说了 地府里边有规矩的 穿什么衣服什么打扮都是严格要求的 这人要是在丰都城或者哪个地方露过面 只要被我看着过一次 那肯定是忘不了的 可问题是我以前这么见过的呀 听你们的意思 这人不是个鬼了 牛头等人摇头无语 没人敢确定 吕布沉不住气了 胡扯胡扯 地府哪有不是鬼的东西 他要不是鬼 你告诉我他是什么人 范仇瞪了这一眼 我要是知道 我还问你们干啥 现在是那么的弄醒了 咱们当面问问不就得了 吕布听得不耐烦 挽起来秀 一个个大鬼小鬼 一道真章的都没用 看我的 吕布双手一伸 手中顿时就出现了一条 方天化戟 抡起来又往下砸 范仇吓得敢忙拦住他 哎哎哎 吕哥 吕哥 停停停停 你这脾气也太爆了 你好多端 你别把人给砸死了 不过这吕布却没停 这方天化戟就带起来一股阴风 呼的就砸了下来 旁边众人是哎呦 操一声 就连却即将砸到那人身上的时候 那人突然睁开了眼睛 两道青光一射 吕布的方天化戟 既是阴信 阴气所化 一遇到这青光 顿时就消失了 吕布大吃一惊 范仇等人更是恶然 那人随即从地上飘了起来 目光冰冷警惕 看着吕布和众人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胆敢欺欺欺 突袭我 牛头马面同时后退了一步 伸手一指吕布 是他偷袭的 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不认识他 吕布回头瞪了这俩货一眼 昂然的羊头道 没错 是我 是我把你从沼泽里捞出来的 我看你昏迷不行 就想给你一下 没想到很管用 怎么着 你别那么看着我 不服啊 有意见呢 不行你干我呀 那个人奇怪的 看了看吕布和牛头马面 像是在思索什么事情 忽然就笑了 对 我想起来了 我是从佣命之风中 不慎落了下来 随后就失去了意志 原来是你们把我救上来的 这么说 我到底谢谢你们了 哼 我吕布一生没救过几个人 也不用你谢 你告诉我们 你是怎么掉下来的 就行了 那人一咒没问道 你又是什么人 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别以为帮我一点小忙 就可以在我面前放肆 吕布也不甘示弱 好 既然你这么牛逼 那你自己跳回去 就当我没救你好了 滚 赶紧跳 跳 那人眉头一皱 你大胆 吕布冷横 你不要吸摇你 这样我怎么弄死你 听见没有 这俩人说着话就带着鼓道气 说着说着居然又干起来了 饭愁忙上前拦在了两人中间 停停停停停 听我的听我的 大家有话好说 又不是什么敌人 吵什么吵 吕哥你先闭嘴 这位大哥你好 我这个大哥说话吕哥难听点 你别在意 不过刚才的确是我们把你救出来的 也许你不认识我们 不过这几位你应该认识吧 这是地府严君身边的牛头马面 这是严君的小舅子 崔命 你们 范愁本以为牛头马面的名头足够大了 没想对人却一摇头 这两个模样怪异 畜生道理的一类而已 我怎么会认识他们 这话明显带着侮辱性质了 范愁都没想到这个人会说出这样的话 顿时就愣了 牛头马面也不由大怒 正要发飙呢 崔命在旁边却窃窃的开口道 这位大神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你不是地府的人吧 你应该是从 范愁 这崔命话没说完 那人豁然转身 看了一眼崔命 眼神中神情复杂 却是缓缓点头 没错 你猜对了 我本来就不是这鬼地方的人 崔命话没说完 那人豁然转身 第五百八十章 金蝉子 那我想你应该是从上边来的吧 哼 没错 算你有点见识 倒不愧是阎君的亲眷 既然你认出了我的来历 我不妨来问你 阎君现在何处 我要到哪里才能找到他 这个 崔命一张嘴 却不知说什么才好了 一个劲看范愁 范愁也看出来了 这人既然不是冥界的人 冲着先锋盗鼓一脸 傲气那德行 多半是从先界来的 于是他忙接茬 阎君嘛 可能在阎王殿里 也可能在丰都城 也可能在幽冥地狱里视察工作 我们也不好说 不过你要找他干嘛呀 那人长袖一挥 摆了一个pose说 哼 我从上街而来 找他自然是有事 而等刚才算是有功 等我见了阎君 会跟他说的 既然你们都不知道他在哪 那我先走了 说着话 他做了一个要飞的姿势 身子忽然升高 居然说飞就飞 范愁好不容易 逮住一个从上边掉下来的 能不能看放过呢 跳上去一把抱住那人大嘴 连声道 哎 神仙你先别走 神仙你先别走 我有个事 求神仙帮忙 牛头马面都傻了 吕布台旁边皱着眉 撕着牙花的也没吭声 那人被这么范愁一拽 双脚落地 不悦道 放开我 故婚也鬼 而等居然敢污染我的仙衣 就不怕魂飞魄散吗 范愁听得一阵牙疼 都说他们仙界人矫情 还真这样啊 头一次见到神仙 就遇到一个这么牛逼的主 也不知这位到底设法什么来历 管哪个部门的 神仙 神仙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你是天上的神仙 我们是地府的神仙 虽然不是一个系统的 好歹我们也不是你说的孤魂野鬼吧 你看 这是牛头神 这是马面神 这是阎王爷的小舅子神 虽然不是神 也是神仙的家属 我呢 现在是阴阳判官 阴界养界都归我掺 我现在想高拍一下 跟神仙大人你认识认识 不知道你是哪个洞府的 仙乡何处啊 仙明怎么称呼啊 这话一说 牛头马面端起了架子 纷纷道 对呀 你他妈说你是上界的 总有个名有个姓吧 我们受严军命令 在此巡逻 严军交代了 但凡有身份可依之人 我们有处置的权利的 这个神仙眼冷眼看着范畴 不屑的一笑 伸手捋了一下 披在尖头的长发 傲然道 好吧 如果我不说出来 你们也不好交代 听着 我就是蓬莱八仙之义的 纯阳真人 吕洞斌 他刚说到这 众人齐呼 啊啊啊啊 什么 你他妈是吕洞斌 急什么急 我还没说完呢 我说的我是 蓬莱八仙之义的 纯阳真人吕洞斌的徒弟 刘海 众人又惊呼 啊啊 你是吕洞斌的徒弟刘海 能不能让人把话说完 其实我要说的是 我就是蓬莱八仙之义的 纯阳真人吕洞斌的徒弟 刘海的弟子 金蝉子 范畴都听迷雾了 这怎么好端端又出了个金蝉子呢 话说金蝉子不是唐僧吗 就是如来佛祖那第二个徒弟 这咋成吕洞斌的徒孙了 范畴拿着后脑勺 神仙 你是从西天大雷音寺来的吗 这吕洞斌脸色 这吕洞斌的徒孙脸色一神 胡说八道 我是从道家真人 怎么会是从西天来的呢 你他妈刚才不是自己说 你叫金蝉子吗 要是西游记里没胡说八道 金蝉子应该是唐僧啊 这一次啊 这吕洞斌的徒孙却愣了 看了范畴两眼才反应过来 却是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什么唐僧啊 你误会了 我是叫金蝉子 就是金蝉的意思 你说的金蝉子是取经的那个 我们俩不是一个人 范畴恍然大悟 哦 我知道了 那个蝉呢 也是树上趴着那个蝉 你这个蝉是河里趴着那个蝉 说白的就是蛤蟆呗 这金蝉子不悦了 什么叫河里趴着的蝉呢 请叫我金蝉子 金蝉 这回范畴算是彻底想起来了 金蝉子 他还挺会给自己包装的 其实他一提刘海范畴就想起一个故事 再一听他就是金蝉就更加确信 传说呢 在古代 有一只法力高深的蝉蝠精 也就是蛤蟆精啊 他躲在深山古坛修炼得道之后来到凡间 由于不同人性 在人间是四处作乱 危害百姓 还干了不少坏事 有一天呢 吕东斌的徒弟刘海周游四海 恰巧就遇到了这只蝉蝠精 刘海这人呢 法力高深 而且为人正直 于是就下定决心要收复这只害人的蝉蝠精 于是 这刘海和这蛤蟆精就斗起来法了 也不知道打了多久 天昏地暗 蛤蟆精到底是个妖怪 不如刘海的法力高强 在打斗中被刘海打断了一条腿 差点没丢了性命 这才认输投降 后来这个刘海没杀他 这蛤蟆精为了感谢不杀之恩 便老老实实的跪拜于刘海的门下 跟随刘海修道 后来慢慢被刘海叫化 弃恶从善 为了将功折罪 便用他特殊的法力吞食金银财宝 再吐出来施舍给穷苦的百姓 散尽钱财 当时的百姓很奇怪 为了感谢他的恩德 于是就叫他招财铲 又叫做金铲 因为金铲和刘海打斗的时候 断了一只腿 只剩下了三只腿 于是又叫三足金铲 这三足金铲 可以说是中国的招财陈寿了 在很多店铺的柜台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 一些人在家里也喜欢摆着三足金铲 这足以说明三足金铲 在民间的地位是不低的 而此时此刻 站在范畴等人面前 这个一脸傲气装逼的男子 居然就是那金铲 范畴眼珠的差点没愣瞪出来 心想我了个乖乖啊 这位当年虽说是个妖怪 可现如今可是堂堂的招财神兽 他跑着地府来找阎王爷又干什么呢 还有啊 他既然是金铲子 法力一定不入 又怎么会从幽冥之风中掉下来呢 坠入这污秽沼泽呢 范畴是很想知道答案的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都是地府惹的祸 第579、580章的故事 预知后事 咱们休息片刻 稍后继续播讲